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原來對你們學什麼願法? 平安幸福就好了 大家睡 昨天有領到爸爸媽媽的紅包嗎? 那收了多少紅包錢? 我知道我爸爸有給我兒子 不過他這次沒有給我 他有給太太嗎? 沒有 要直接給我兒子跟女兒 但是抱多少不知道 因為小孩子趕快就瘦起來 剛剛起的早上是不是有先陪媽媽許承煌沒有拜拜 沒有 自己去而已 他還在家裡打掃 不是打掃 還在共 要拜拜 那其實小年有寫了這個反省文 那經過這兩天有反省過哪些在選舉時間錯誤的決定嗎 這個大年主委不要講這個等於以後要專訪再來處理 那我想問一下現在呢就是因為今天陪高市長來拜廟 那是不是說現在要開始憑2026的連任 那這是因為上一次有氣保的效應 那這一次會不會擔心說連任上要怎麼突破藍綠的這個 現在是2024的年初 離2026的年尾還很久好不好 那黃國昌有建議說2026年呢這個民眾黨呢 除了在六都要派人之外 新竹縣市還有嘉義縣市下義市也要派人 你怎麼看 啊 每個人都可以表達到的意見嘛 這個還在我們就看內部在討論看怎麼做 主席另外今天這個永連市的國運前出爐 那他這個有提到是說未來這一年這個兩岸可能衝突會加軍 那是不是要提醒賴清德好好處理兩岸之間的事物 哎 這個反正 反正是這樣嘛 這個一定關關難過關關過 我相信大家都台灣人民還是有智慧 遇到困難我們會想辦法一關一關渡過去 那未來雙北市長是派黃國昌跟黃珊珊出來選嗎 這有確定的嗎 因為他們今天兩個人行程都滿檔 哇 滿檔 不然你要問當事人啊 趕快問我 主席另外就是他出一出三一個人在新竹一個人在新北 那是不是這兩個地方未來在2026都是一個重點部署的地方 呵呵 每個地方都是重點部署的地方好不好 那台幣如要接那個台中市府顧問你怎麼看 會不會擔心影響他 他要留在台中發展 這個我想也是一個方法 好 OK 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們現在有把握突破藍玉嗎 欸 你擋到那個 小心 小心 我們現在就是非常認真的在把新竹市政做好 那新竹市民就是我最大的一個目標 所以其實目前還沒有去思考說 到時候2026的一個狀況 包含像是各種的進合關係 目前都還沒有思考 目前最大的這個利益就是市民朋友的利益 就是我市民為先最重要的目標 那碧如姐有要去接這個台中市嗎 問問會不會擔心他離民眾黨越來越遠 欸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 我們的民眾黨的同志 大家在各個地方來深根 那當然有時候其實 如果說跟市府能夠有一些合作 我覺得也都是會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以好事來看待 不需要去加上很多的一些 好像未來的走向會怎麼樣 我覺得目前就是給碧如姐最大的祝福 那今天新竹市早上好像有出現停水狀況 不曉得市長這邊有沒有了解 近期的話確實有看到 包含像是我們的園區之前周邊 也是有一些包含像是停水的情況 有部分的禮 那我們這邊也特別跟我們的台水公司 特別說如果有停水的情況 一定要特別及早來跟我們的禮政系統來補答 因為目前的話他們的做法 台水公司都是先在網頁上面做公布 但是很多的禮民朋友 他可能不見得會一直去看這個網頁 所以我們在經過幾次這個最近的停水的情況之後 我們也跟台水公司反應表達說 希望未來在停水之前 可以提早讓我們的禮政系統知道 那由我們的禮政系統去跟禮民們來做一個布達 也許市民朋友會比較好反應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持續地來跟台水來做一個好打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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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